洪杜拉斯不是跟我們斷交嗎 就現在跟我們斷交之後 中國不買他的白蝦 他的白蝦賣不出去了 對 中國刊的支票 你們看清楚是拔那票還是支票 我們斷交跑去跟中國建交 我現在看到洪杜拉斯的蝦子 我不會吃的啦 你不吃洪杜拉斯的蝦子了 我吃了嘛 那你去賣給中國嘛 過去有跟台灣斷交 跟中國簽約的都在挑票啦 現在對中國還有一個大麻煩就是 他一直想說 我的人民幣要變成一籃子貨幣 我的人民幣要變成了國際貨幣 所以不斷地去跟很多國債 我就簽約 你現在我們來做任何的買賣 我們都用人民幣來結會 大家尷尬了 他才宣布說 我要跟什麼 跟阿根廷你買賣任何東西 我用人民幣結會 結果阿根廷的金融快要崩潰了 現在阿根廷的外匯剩不到50億美元了 現在阿根廷剛剛講的 他的整個利率要什麼 要增加97%了 而且最糗是中國這些 願意跟他用人民幣結會的國家 現在每一個國民手上 都想要持有美金 都很慘 都想持有美金 沒有人想要換人民幣 為什麼呢 阿根廷是這樣子 阿根廷四月的時候才答應跟中國去完成人民幣結會 對不對 可是沒想到阿根廷就爆發了通貨膨脹了 阿根廷的通貨膨脹有多慘 阿根廷的通貨膨脹是109%的通貨膨脹 等於是原本一塊錢 所以他們現在買賣要用錢 而且是一大筆錢 一大筆錢 而且他的通貨膨脹 為他們政府為了救這個通貨膨脹 所以他們對於整個阿根廷來說經濟是大 升息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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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硬碰0.25% 都讓他撐到要死對不對 所以說你看阿根廷是真的很慘的 而且阿根廷現在狀況有多不好 比如說他們現在大概 至少有1800萬人是三餐不計的 所以只能睡什麼 睡飛機場 阿根廷首都的機場 不計諾愛麗斯的機場 現在你看 非常多的遊民 我為什麼要睡起草 他說我付的錢 我賺的錢只能夠吃飯 要嘛就住宿 我如果住宿就沒飯吃 我要吃飯就沒地方住 他們後來選擇我們吃飯 然後不去住宿 所以現在他們這個機場 是非常非常慘的 所以我只能入宿街頭 對 只能入宿街頭 而且你知道嗎 他們對於很多時荒 也變成是說原本不用時荒 現在也都去時荒 因為通貨太誇張了對不對 所以你看非常多阿根廷的人 這是阿根廷 對 在這邊去做所謂時荒的動作 而且你知道嗎 阿根廷其實是個很悲 所以阿根廷有一群人 也是住在垃圾山旁邊 也就是垃圾來了以後丟東西 他們就一擁而上來開始 搶任何可以用值錢的東西 對 他們這個垃圾回頭廠 旁邊是有住了數百戶的民眾 可是阿根廷其實坦白講 真的是阿根廷別為我哭泣 他在1950年代的時候 人金GDP是贏過日本的 所以阿根廷因為國內政策 動盪等等的因素 變成現在這個狀況 那再加上他跟中國互動 又沒有什麼好結果 原本期待中國可以給他一些援助 中國自顧不暇 所以現在阿根廷只能自己去面對這件事情 而且剛才講的不是阿根廷 現在也傳出一個消息是 洪杜拉是不是跟我們斷交嗎 那就好洪杜拉其實我們是一個 我們的白蝦非常重要的進口國 就現在跟我們斷交之後 中國不買他的白蝦 他的白蝦賣不出去了 對 現在跟我們斷交這些國家 坦白講 真的 中國刊的支票 你要不要看清楚是 芭樂票還是支票 阿根廷 洪杜拉斯的白蝦 是非常非常 對洪杜拉斯來說 非常重要的出口貨物 它的外匯來源 對 洪杜拉斯第五大出口品 就是白蝦 而且這個白蝦你知道嗎 台灣人是非常非常愛吃 而且非常非常捧場的 現在台灣很愛吃蝦子 同樣的價錢 台灣買是中國的兩倍價錢買 我們都是買他們的品質 高檔的白蝦 那中國那時候的洪杜拉斯 不是跟我們斷交嗎 跟我們斷交跑去跟中國建交 中國同意說我會買你白蝦嗎 不好意思 現在傳傳根本沒有買白蝦 他們現在養蝦業 遇到困境 為什麼 因為他們過去我講 蝦類似洪杜拉斯 第五大出口品對不對 然後其中30%賣給台灣啦 台灣佔裡面三分之一啦 現在不好意思 現在斷交 我看到紅杜拉斯蝦子 我不會吃的啦 所以現在對於紅杜拉斯來說說 你中國開的 你不吃紅杜拉斯蝦子了 我吃了嘛 那你去賣給中國嘛 對不對我蝦子這麼多 我幹嘛吃紅杜拉斯的 所以現在紅杜拉斯 現在真的是三條線 因為中國的拔蠟票嘛 而且中國就要買 他們的蝦子 也只有台灣價錢的一半啦 我們是買高價的蝦子 而且現在包含哥斯大利加 巴拿馬 巴拿馬 索羅門群島 巴拿尼加拉瓜 這些國家 過去有跟台灣斷交 跟中國簽約的都在挑票啦 各式各樣的挑票 布吉納法索跟中國協議 10億美元 蓋高速公路 拍謝 宮崎 源源無期啊 索羅門群島 跟中國建交說要幫忙開採 結果拍謝啦 一大堆中國工人跑來搶他們當地人的 砍木頭 伐木的工作 巴拿馬的 巴拿馬 科隆港 那時候說什麼 說什麼要幫他蓋嘛 結果拍謝啦 投資者的中國人現在被抓起來被判刑 所以這個科隆港現在坦白講 也有沒有下文 能不能完工 不知道 所以現在整個中國 你跟他建交坦白講 真的沒有什麼好下場 另外的星巴威 星巴威也是跟中國簽訂 就是那種人民幣結算的嘛對不對 拍謝啦 星巴威當然國內有非常大的問題 他目前通膨 剛剛已經覺得說這個阿根廷很慘了嘛 通膨一百零幾%很慘 星巴威通膨419% 通膨四倍喔 所以呢 現在整個星巴威內部喔 官方啦 一千塊星巴威幣換一塊美金 但是官方 和一般人換不到 去黑市換 黑市要一千四到一千八塊 一塊美金 所以星巴威現在跟中國很好嗎 也很好 因為他跟中國有錢一帶一路喔 大量的中國人去裡面開採 泥礦 結果呢開採泥礦 星巴威一毛錢沒有賺到 結果呢 裡面那個廢水 因為開採泥礦有非常多化學廢水 拍謝 全部都亂排到星巴威 那星巴威現在也遇到 非常非常大的苦楚嘛 所以現在整個中國啊 坦白講 你要選邊站沒關係 可是選到中國 真的選錯邊了 大火爆香把配料讓白蝦更有味 想吃原味點還有穿燙吃法 一下鍋就是紅彤彤 哇 這兩盤就是來自洪都拉斯的白蝦 現在還吃得到是因為有庫存 但是斷焦之後要吃到它的機會不是變小 就是會變貴 雖然說白蝦不只來自洪都拉斯 厄瓜多巴拿馬都有進口貨到台灣 但是去年跟洪都拉斯進口就有 兩萬兩千九百三十公噸 然而還沒斷焦前進口冷凍白蝦 一公斤零售價 就從380元漲到400元 接下來正式斷焦 少了稅率優惠 估計進口蝦至少會漲兩成 最重要是洪都拉斯他們那個是我們國內 進口白蝦的最大宗 他們的量減少了就等於減了很大部分 外國月亮不一定比較圓 想改用國產活蝦來取代 只是烏肉偏縫連夜雨 目前國產白蝦 已經價格從250元漲到350元 主因就是溫差太大 蝦子產量銳減 等到天氣好一點又遇上中南部缺水 無法大量養殖 就怕國產白蝦 還會有段時間可能會斷貨 國內的白蝦真的從來沒有這個現象 因為日夜溫差很大 所以那個白蝦的成長速度非常慢 早晚溫差大那個白蝦蝦苗放下去 很多都養不起來 缺蝦很缺活蝦也很缺 白蝦出現內憂外患 警戒人來的清明節母親節聚餐 最常吃的美味想大口吃 可能就得多花幾張鈔票 在外交部記者會前一個多小時 洪都拉斯搶先一步宣布斷交 聲明中強調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 不會與台灣維繫任何關係或官方接觸 就是在斷交之後希望能夠跟我們維持那個商務辦事處的這個關係 我相信中國在後面也有扮演一定程度的這個角色 外交部透露清楚掌握洪都拉斯與中國大陸 私下在哪跟誰接觸 超過80年的情誼會在金錢 就台灣以及中國提出的援助方案進行比價 這方面是有白紙黑紙的 洪方跟我們提出來要蓋醫院 卻有兩個截然不同的這個價格的這種方式 感覺上他們是要錢 而不是要醫院 洪都拉斯一開始要求台灣提供4500萬美元 協助蓋醫院 還有水壩3億美元 債務20億美元 後來又透過信件提高金額 醫院9000萬美元 水壩3億5000萬美元 加上債務總共24.5億美元 很多的前友幫 國內的一些好朋友 都來跟我們講說 中國所承諾的並沒有兌現 那這些包括中美洲的好幾個國家 那但是中國可能是用 這種不法的這種方式 或者是說直接賄賂的這種方式 去付出他們的這個邦交的關係 去年1月副總統賴清德還前往洪都拉斯 恭喜卡斯楚總統上任 如今就算第一副總統和在野黨同聲反對 卡斯楚仍然堅持轉向 台灣目前只剩13個邦交國 跟我相處過的我的長官我的同仁 都知道我認真和負責的態度 那有任何的責任的話 我絕對不會违避 縱使有理念相近國家撐腰 就官方正式關係而言 台灣的外交空間依然是縮小 我們來關心的就是洪都拉斯 堅決是要向我國斷交 我們來看外交部的最新說明 為了維護國家主權和尊嚴 決定自即日起終止和洪都拉斯 共和國的外交關係 全面停止雙邊合作計畫 撤離大使館 駐善撲總領事館 技術團及電力團等相關人員 並要求洪國關閉其駐台大使館 洪都拉斯卡斯楚總統 以及其執政團隊一直對中國存有幻想 在2021年洪國總統大選之前 就曾提出外交轉向的這個議題 經過我方的努力 在卡斯楚總統上任的初期 台洪雙邊關係曾經一度平穩 但是中國對洪國的這個利用 並未曾停歇 外交部以及助管對相關的情資 均有所掌握並且妥勝處理 然而卡斯楚政府也同時向我方 所求高達數十億美元的巨額經濟援助 並且就台灣以及中國提出的援助 方案進行比價 我方基於傳統友誼 秉持最大的誠意 在能力範圍之內提出協助方案 但是洪方仍然質疑作態虛 甚至公開釋出錯誤的訊息 造成對我政府的傷害 多年來政府在洪都拉斯 推動避疫其國際民生 協助整體國家發展的合作計畫 涵蓋意味教育 職訊能源基礎建設 經貿婦女婦權等廣泛的領域 在洪國遭遇風災水患的時候 都在第一時間投入政績 並且協助重建 技術團多年來也在洪國執行多項 農漁、牧業以及一味的計畫 此外 政府也在洪國設有電力團 提供電力技術諮詢以及援助 卡司儲政府枉顧我國的長年協助和情誼 和中國進行建交談判 政府自感痛心與遺憾 外交部提醒國際社會 中國慣以花而不實承諾 誘我邦交國轉向 然遂行外交目的之後 則多位履行承諾 甚至凡使部分受援國陷入債務泥鬧 外交部呼籲世界各國認清中國 說一套、做一套的原外本質 外交部也正告北京當局 其一再以虛假承諾誘迫我 友邦壓縮我外交空間的行徑 已經嚴重傷害台灣人民的感情 也使兩岸關係加速背向而行 外交部強調 中華民國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 這是事實也是現狀 我國不會屈服在中國威權政府的壓力和脅迫之下 會堅守自由民主的價值 積極聯合友邦以及理念相近國家 共同致力維護區域和平與穩定 並且爭取台灣應有的國際地位 謝謝大家 好 TPPS 聽聽 不讓早安TPPS 提問 我有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個是 剛剛 一個一個來好嗎 好 第一個是這對你剛剛新聞稿的開頭 特別提到說 是維護我國家主權 然後是我們這邊宣布停止 跟洪多拉斯的建交 那其實今天早上洪多拉斯外交部 在早上八點時候 也有發相關的新聞稿來宣布與我斷交 所以在這個程度上是 我們先決定跟對方來斷交 還是對方先提出要跟我們來斷交 先做這個 然後接下來還是要針對 您的一些政治責任的部分 有無向總統報告 以及有無要對此事負起政治責任 謝謝 我剛剛說一個來一個一個來 結果你問了兩個 你要我回答哪一個 OK 第一個有關於洪多拉斯的那個 宣布斷交的這個時間點 我相信大家已經注意到就是 前幾天我們已經把那個大使召回來了 那我們的大使張大使也已經回到台灣來了 那我們在昨天也都在密切關注 那個中國跟洪多拉斯的這個協商的狀況 那我們已經看到了那個洪國的外交部長已經到了北京 所以我們已經決定說今天早上要來做這個宣布 這個跟洪方的這個宣布是沒有相關的 那第二個是有關於我個人政治的責任的問題 我相信跟我相處過的我的長官 我的同仁都知道我認真和負責的態度 那有任何的責任的話我絕對不會迴避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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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sorry I'm going to ask this in English no problem President Tsai is go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to visit your remaining diplomatic allies Guatemala and Belize are starting from Wednesday the timing of this announcement seems very suspicious Do you think that this timing do you think this announcement was intentionally timed to come just ahead of President Tsai's overseas visits thank you Well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he question I don't have any evidence that they are correlated but highly suspicious that they are correlated the Chinese always try to manipulate the event to distort our diplomatic relations and since the president's visit to our diplomatic allies Belize in Guatemala and it's being a public and therefore the way the Chinese has been doing this seem to be correlated And we also got the information a lot earlier that the discussions in between Honduras and China doesn't seem to be coming to an end stage and therefore it's you know our suspicion and your suspicion are the same that China seems to be doing this intentionally 後面 非常好我中間提問我想問一下因為在這一次的事件當中美國也有出手介入去協調但是最後還是走向斷交的這個結果所以是不是代表著美國無力互盤 然後這一次在馬總統也出訪前夕然後宣布這個斷交那有學者就認為說這是不是馬總統救了蔡總統一命那這部分不然怎麼看 我不太清楚你在問什麼事情但是有關於其他國家的這個狀況就是我們台灣的這個國際參與我們台灣的國際空間都有很多的國際友人協助我們 那除了美國經常性的在協助我們參與國際社會或者是說跟我們的這種外交關係之外 那還有其他的這些理念相親國家也都一直在協助我們 那我想那個除了正式的這個外交關係之外 我們外交部這邊處理的外交關係或者是說對外關係甚至是國際參與 有很多的這個層面 那比如說昨天下午捷克的眾議院的議長就來台灣訪問 那這個也是我們台灣在打開我們國際空間的一個很努力的一個部分 那也看到了很多的成果 那這些都是理念相親國家 在協助台灣在力挺台灣的一個展現 那有關於美國的這個角色 美國就是在過去這段時間 不管是我們在國際參與或者是說其他層面的這個國際空間 也都一直在協助我們 那我想大家也看到了日本的外相 主動的對外發言 來力挺台灣 要挺住台灣的這個國際參與 也稱呼台灣是一個利益以及價值相近的這個夥伴 那我相信 國人看到這些都會感到非常的感謝和感動 隊先生 部長好 三例新聞提問 部長剛剛聲明也有特別提到像國際喊話說 中國的承諾是華而不實的 部長是有特別針對其他哪些國的友邦來喊話 是像巴拉圭嗎 因為我們知道巴拉圭4月總統大選 可能在野黨的候選當選的話 也可能像洪杜拉斯一樣轉向跟中國建交 謝謝 非常謝謝這個問題 有關於那個 中國的承諾華而不實的這個事情 已經有很多的前友邦 國內的一些好朋友都來跟我們講說 中國所承諾的並沒有兌現 這些包括中美洲的好幾個國家 但是中國可能是用這種不法的這種方式 或者是說直接賄賂的這種方式 去互助他們的這個邦交的關係 那有關於巴拉圭的這個狀況 我在立法院裡面的打訊已經說過好幾次 就是說我們跟巴拉圭之間的關係是不會有問題的 那前一陣子我們才看到巴拉圭的這個總統 阿布朵總統來台灣訪問 那他來台灣訪問的時候也一再重申 就是巴拉圭會跟台灣維持外交關係 那目前是在經過 巴拉圭是在經過他們的這個選舉的階段 那他們的執政黨的這個候選人 也跟我們維持非常良好的關係 那至於反對黨的候選人 雖然說在選舉的過程當中有提出一些說要檢討他們外交關係的這些話語 可是在上上個禮拜 有巴拉圭的這個反對黨的領袖到台灣來 也跟我們說明說那個不是他們政黨的這個政策 那我們是希望能夠維繫跟巴拉圭長久的這個關係 尤其是在經貿關係方面 我們跟巴拉圭之間的這個貿易已經不斷的成長 那我相信巴拉圭的政府和人民都已經清楚的感受到 還有嗎 韓英 部長強請問一下 因為您提到這個 洪朵拉斯有跟我們提出高價的所求 那之前的話洪朵拉斯也有否認 那我想問一下說這個部分您說有留下文書記錄 那詳細的金額跟他提出的提案到底是多少 可以幫我們講一下 那個 這個有關於這方面是有白紙黑紙的 所以他們提出來的不管他們怎麼說明 這個是不會有任何的錯誤的 在去年的時候 洪方跟我們提出來的要求 是第一個 要協助蓋一個醫院 那他們把醫院的這個價格 也寫得非常的清楚就是4500萬美金 那第二個是希望我們幫他們蓋一個水壩 這個水壩的價格是3億美元 那另外他們希望我們吃掉他們20億美金的這個債務 那今年的3月13號 我們的駐洪朵拉斯大使館 突然接到他們另外一封信 這封信是他們的外交部長寫給我的一封信 那信裡面提到的這個金額有所調整 第一個有關蓋醫院的這個事情 它提高到9千萬美金 那有關於蓋水壩的這個價格 它提高到3億5千萬美金 那另外也希望我們去吃掉它的20億的這個國債 那所以加起來是有24.5億美金 它是希望我們能夠協助他們 那但是有關於我們在協助其他國家的這種做法 都是以計畫為導向 比如說他們如果希望能夠蓋醫院的話 那我們會承諾幫他們蓋醫院 那醫院的這個後續的這種裡面的器材 或者是相關的營運也會協助他們 但是不是說要蓋一家醫院 我給你9千萬 那你自己去蓋醫院 那我想直接給錢的這種方式 這個就是有點像是賄賂 那我想以兩次洪方跟我們提出來要蓋醫院 卻有兩個截然不同的這個價格的這種方式 感覺上他們是要錢 而不是要醫院 那我想接下來總統就要到瓜里馬拉去訪問 在瓜里馬拉我們也幫他們蓋了一家醫院 這家醫院蓋得非常的好 瓜國的政府 尤其是他們的總統都非常的感謝 那我想這個就是我們園外的這個方式 那如果要求我們給錢 而不是去實際上去執行一些合作計畫的話 那我想這個不應該是我們做的事情 不好意思這邊年代一定是提問 想問一下就是我們在紅的橋民大概有多少人 以及這次的斷交是否會有影響 有需要到撤橋的部分嗎 我們在紅杜拉斯的館、團、園、圈 一共有61個人 也就是大使館、技術團 還有電力團 除了我們自己的人員和他們的眷屬 加起來一共有61個人 那在我們宣布斷交之後 他們會做最快的這個方式 撤回台灣來 或者是說有一些同仁可能會移到別的管處去 那至於在那邊的這個僑民人數是很少的 是在100人以內 那我想他們在那邊的生活應該是不會受到影響 還有沒有提問 TVBS聽聽 不好意思 我想問一下你剛剛是提到有關我們在那邊的人 但是想我現在反過來問 紅杜拉斯在台灣這邊的人 包括學生或是相關的獎學金 接下來他們會 我們會怎麼去做相關的處理 然後另外一個是剛剛有提到美國的角色 那美國之前也是有派特使去幫我們 那在這過去一兩週 從第一時間 紅杜拉斯他們有發佈說 要把外交部長 就是派到北京去做這相關的一個 過選教室的情況之下 我們跟美國或是其他的友好國家 有沒有做任何什麼樣的最後努力 有沒有跟美方那邊有任何相關的溝通 以及在最後這兩個星期 我們再前進的外照人做什麼樣的努力 謝謝 謝謝你這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有關於紅國在台灣的這個狀況 那他們的大使在昨天已經離開了 那我們也要求他們就是關閉當地的 在台灣的這個大使館 那至於他們的學生目前有175個人 那我們會依照網例 就是在他們這個學期結束之後離開台灣 那或許有一些我們台灣的學校機構等等的 會希望說讓他們繼續求學 但是這個是由民間自己來做 那我們慣常的做法就是說 在學期結束之後讓他們離開 那有關於美國角色的話 我想你這個問題非常好 可是可能你要去問美國政府比較好一點 那有關於那個我們的這種國際空間的事情 除了我們自己本身的努力之外 有很多的國家都關心 而且提出這些協助 那至於這些協助的內容 涉及到雙方之間的這個默契 也不適合對外面來做說明 那我們的同仁的確是非常的努力 對於所有的這些資訊 都是掌握得非常的清楚 那對於洪杜拉斯 他們跟中國之間往來的這個狀況 不管是第三地 或者是說在哪裡進行協商 有哪一個人來跟洪方進行協商 我們都掌握得非常的清楚 那也因為我們的同仁非常的努力 所以我們有關於那個洪杜拉斯 就是跟中國過去這一段時間 往來的這個狀況 我們是掌握得非常的清楚 也比較能夠說很 及時的來應付這些狀況 是 這位小姐 民事提問想問一下說 那目前是不是就也是定調說 不受邦交國要求金援的威脅 那只要邦交國被中國金援誘惑住 我們留不住那就讓他走這樣子 那畢竟現在對台灣 是不是最有影響力的可能是美國 謝謝 有關於那個邦交國提出金援這個事情 我再說明一次 就是說我們協助其他國家的這個模式 也就是我們台灣自己 必須要感到驕傲的這個台灣模式 那我們在協助其他的國家 是用計畫為導向 譬如說在跟他們討論的過程當中 他們認為說有哪一項計畫 不管是農業或者是工業或者是醫療 基礎建設等等 他們認為是對他們的國家是很有益處的 那我們就會跟他們來進行討論 如果說能夠達成結論的話 我們就會具體的來執行 那所以如果說有邦交國 他們跟我們提出這些相關的需求 只要是有避易於國際 那個國家的這個利益 人民的福祉的話 那我想我們台灣這邊會盡我們的這個能力 來協助我們的有幫國家 塔斯楚政府也同時向我方所求 高達數十億美元的巨額經濟援助 經過溝通無效 為了維護國家主權和尊嚴 決定自即日起終止和宏都拉斯共和國的外交關係 東華民國外交部鄭總聲明 宏都拉斯共和國政府 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正在進行建交的談判 經過溝通無效 為了維護國家主權和尊嚴 決定自即日起終止和宏都拉斯共和國的外交關係 全面停止雙邊合作計畫 撤離大使館 駐善埔總領事館 技術團及電力團等相關人員 並要求宏國關閉其駐台大使館 宏都拉斯卡斯楚總統以及其執政團隊一直對中國存有幻想 在2021年宏國總統大選之前 就曾提出外交轉向的這個議題 經過我方的努力 在卡斯楚總統上任的初期 台空雙邊關係曾經一度平穩 但是中國對鴻國的這個利用 並未曾停歇 外交部以及助管對相關的情資 均有所掌握並且妥勝處理 然而卡斯楚政府也同時向我方所求高達數十億美元的巨額經濟援助 並且就台灣以及中國提出的援助方案進行比價 我方基於傳統友誼 雖然秉持最大的誠意在能力範圍之內提出協助方案 但是紅方仍然致意做態虛所 甚至公開釋出錯誤的這個訊息 造成對我政府的這個傷害 多年來政府在宏都拉斯推動避疫其國際民生 協助整體國家發展的合作計劃 涵蓋意味、教育、職訊、能源、基礎建設 經貿、婦女婦權等廣泛的領域 在紅國遭遇風災水患的時候 都在第一時間投入政績並且協助重建 技術團多年來也在紅國執行多項農魚、木業以及意味的計畫 此外政府也在紅國設有電力團 提供電力技術諮詢以及援助 卡斯楚政府枉顧我國的常年協助和情意 和中國進行建交談判 政府自感痛心與遺憾 外交部提醒國際社會 中國慣以花而不實承諾 又我邦交國轉向 然遂行外交目的之後 則多位履行承諾 甚至凡使部分受援國陷入債務泥鬧 外交部呼籍世界各國認清中國說一套做一套的原外本質 外交部也正告北京當局 其一再以虛假承諾誘迫我友邦 壓縮我外交空間的行徑 已經嚴重傷害台灣人民的感情 也使兩岸關係加速背向而行 外交部強調 中華民國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 這是事實也是現狀 我國不會屈服在中國威權政府的壓力和脅迫之下 會堅守自由民主的價值 積極聯合友邦以及理念相近國家 共同致力維護區域和平與穩定 並且爭取台灣應有的國際地位 謝謝大家 好 TPBS聽聽 不讓早安TPBS有提問 我有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個是剛剛 第一個是這對你剛剛新聞稿 我開頭特別提到說是為 維護我國家主權 要是我們這邊宣布停止 跟洪多拉斯的建交 那其實今天早上洪多拉斯外交部 在早上八點時候 也有發相關的新聞稿 來宣布與我斷交 所以在這個程度上是 我們先決定 跟對方來斷交 還是對方先提出 要跟我們來斷交 先做這個 然後接下來還是要針對 您的一些政治責任的部分 有無向總統報告 以及有無要對此事負起政治責任 謝謝 我剛剛說一個來 一個一個來 結果你問了兩個 你要我回答哪一個 OK 第一個有關於洪多拉斯的 那個宣布斷交的這個時間點 我相信大家已經注意到 就是前幾天 我們已經把那個大使召回來了 那我們的大使 張大使也已經回到台灣來了 我們在昨天 也都在密切關注 那個中國跟洪多拉斯的這個協商的狀況 那我們已經看到了那個洪國的外交部長已經到了北京 所以我們已經決定說今天早上要來做這個宣布 這個跟洪方的這個宣布是沒有相關的 那第二個是有關於我個人政治的責任的問題 我相信跟我相處過的我的長官 我的同仁都知道我認真和不責的態度 那有任何的責任的話 我絕對不會迴避 Ben Thank you Minister Sorry I'm going to ask this in English No problem President Tsai is go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to visit your remaining diplomatic allies Guatemala and Belize starting from Wednesday The timing of this announcement seems very suspicious Do you think that this timing Do you think this announcement was intentionally timed to come just ahead of President Tsai's overseas visits Thank you Well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he question I don't have any evidence that they are correlated but highly suspicious that they are correlated The Chinese always try to manipulate the event to distort our diplomatic relations And since the President's visit to our diplomatic allies Belize and Guatemala And it's being public And therefore the way the Chinese has been doing this Seem to be correlated And we also got the information a lot earlier That the discussions in between Honduras and China Doesn't seem to be coming to an end stage And therefore it's you know our suspicion And your suspicion are the same That China seems to be doing this intentionally 後面 非常好 我中間提問我想問一下 因為在這一次的事件當中 美國也有出手介入去協調 但是最後還是走向斷交的這個結果 所以是不是代表著美國無力互盤 然後這一次在馬總統也出訪前夕 然後宣布這個斷交 那有學者就認為說 這是不是馬總統救了蔡總統一命 那這部分不讓怎麼看 我不太清楚你在問什麼事情 但是有關於那個其他國家的這個狀況 就是我們台灣的這個國際參與 我們台灣的國際空間都有很多的國際友人協助我們 那除了美國經常性的在協助我們參與國際社會 或者是說跟我們的這種外交關係之外 那還有其他的這些理念 相信國家也都一直在協助我們 那我想那個除了正式的這個外交關係之外 我們外交部這邊處理的外交關係 或者是說對外關係 甚至是國際參與 有很多的這個層面 那譬如說 昨天下午捷克的眾議院的議長 就來台灣訪問 那這個也是我們台灣在打開我們 國際空間的一個很努力的一個部分 那也看到了很多的成果 那這些都是理念相近國家 在協助台灣 在力挺台灣的一個展現 那有關於美國的這個角色 美國就是在過去這段時間 不管是我們在國際參與 或者是說其他層面的這個國際空間 也都一直在協助我們 那我想大家也看到了日本的外向 主動的對外發言 來力挺台灣 要挺住台灣的這個國際參與 也稱呼台灣是一個利益 以及價值相近的這個夥伴 那我相信 國人看到這些都會感到 非常的感謝和感動 洪多拉斯在台僑民 鏡頭前大聲說出謝謝台灣 對於紅國政府 堅決要轉向與中國建交 感到很無奈 看著台虹超過80年的邦誼聲變 喬民只希望政府能夠妥善處理後續 我方為此表達強烈不滿 召回駐洪多拉斯代表張俊飛 25號一早抵達桃園機場 不管媒體如何提問 張俊飛強調盡了最大努力 正是洪多拉斯外交部次長 坦承向台灣洽索約新台幣600億元的援助 卻逼我方已讀不回 外交部對此澄清 表示又在能力範圍內 積極回應紅國政府提案 反而是紅國對我方提出的協助方案 始終沒有回應 美國前白宮國安顧問歐布萊恩 強調中共這些手段 對任何國家都沒有好處 另一方面外交部次長余大雷 接受阿根廷媒體訪問談到 若非中國干擾 我國早在阿根廷首都設立大使館 這不是要求阿根廷必須與中國斷交 而是歡迎阿根廷與中國和台灣同時交往 然而中國立場並非如此 兩岸情勢緊繃 也讓外交戰場攻防不斷 東雄華浩澤周視頻 SNG小組台北桃園報導 感覺上他們是要錢 而不是要意願 有關蓋意願的這個事情 它提高到9000萬美金 蓋水發的這個價格 它提高到3億5000萬美金 也希望我們去吃掉它的20億的這個國債 所以加起來是有24.5億美金 外交部呼籲世界各國認清中國 說一套做一套的原外本質 有關於這方面是有白紙黑紙的 所以他們提出來的不管他們怎麼說明 這個是不會有任何的錯誤的 在去年的時候 紅方跟我們提出來的要求 是第一個 要協助蓋一個醫院 他們把醫院的這個價格 也寫得非常的清楚 就是4500萬美金 那第二個 是希望我們幫他們蓋一個水發 這個水發的價格是3億美元 那另外 他們希望我們吃掉他們 20億美金的這個債務 那今年的3月13號 我們的祝宏杜拉斯大使館 突然接到他們另外一封信 這一封信是他們的外交部長寫給我的一封信 信裡面提到的這個金額有所調整 第一個有關蓋醫院的這個事情 它提高到9千萬美金 那有關於蓋水發的這個價格 它提高到3億5千萬美金 那另外也希望我們去吃掉它的 20億的這個國債 那所以加起來是有24.5億美金 它是希望我們能夠協助他們 直接給錢的這種方式 這個就是有點像是賄賂 那我想以兩次同方跟我們提出來要蓋醫院 卻有兩個截然不同的這個價格的這種方式 感覺上他們是要錢 而不是要離院 中國冠以化而不實承諾 誘我方交國轉向 然罪行外交目的之後 則多未履行承諾 甚至凡死部分受援國陷入債務泥鬧 外交部呼籲世界各國認清中國說一套 做一套的原外本質 外交部也正告北京當局 其一再以虛假承諾誘迫我 友邦 壓縮我外交空間的行徑 已經嚴重傷害台灣人民的感情 也使兩岸關係加速背向而行 為了維護國家主權和尊嚴 決定自即日起終止和洪杜拉斯共和國的外交關係 在外交部記者會前一個多小時 洪杜拉斯搶先一步宣布斷交 聲明中強調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 不會與台灣維繫任何關係或官方接觸 就是在斷交之後希望能夠跟我們維持 那個商務辦事處的這個關係 我相信中國在後面也有扮演一定程度的這個角色 外交部透露清楚掌握洪杜拉斯與中國大陸 私下在哪跟誰接觸 超過80年的情誼毀在金錢 就台灣以及中國提出的援助方案進行比價 這方面是有白紙黑紙的 洪方跟我們提出來要蓋醫院 卻有兩個截然不同的這個價格的這種方式 感覺上他們是要錢而不是要醫院 洪杜拉斯一開始要求台灣提供4500萬美元 協助蓋醫院還有水壩3億美元 債務20億美元 後來又透過信件提高金額 醫院9000萬美元水壩3億5000萬美元 加上債務總共24.5億美元 很多的前友邦 國內的一些好朋友都來跟我們講說 中國所承諾的並沒有兌現 這些包括中美洲的好幾個國家 但是中國可能是用這種不法的這種方式 或者是說直接賄賂的這種方式 去互助他們的這個邦交的關係 去年1月副總統賴清德還前往洪杜拉斯 恭喜卡斯楚總統上任 如今就算第一副總統和在野黨同聲反對 卡斯楚仍然堅持轉向 台灣目前只剩13個方交國 跟我相處過的我的長官 我的同仁都知道我認真和負責的態度 那有任何的責任的話我絕對不會迴避 縱使由理念相近國家撐腰 就官方正式關係而言 台灣的外交空間依然是縮小 終止邦交關係 當台灣表達遺憾時 洪杜拉斯搶先宣告 不再有任何接觸 轉身就和中國大陸簽建交公報 率領訪中團的洪杜拉斯外交部長雷伊娜 兩個多禮拜前寫信要求台灣晶圓 條列數字 結尾親密問候大力擁抱 洪國最初提出蓋醫院4500萬美元 還有水壩3億美元 債務20億美元 後來醫院部分直接拉高到9000萬美元 加總起來所求24.5億美元 大約新台幣743億 感覺上他們是要錢 而不是要醫院 並且就台灣以及中國提出的援助方案 進行比價 外交部透露 清楚掌握洪杜拉斯與中國 私下在哪跟誰接觸 檯面上3月14號 洪國總統卡斯楚 公開尋求與中方建交 22號就派出女兒和官員前往 隔天我們召回駐洪大使張俊飛 他25號抵台 同一天洪都拉斯駐台大使離開 82年情誼毀在金錢 前友邦 國內的一些好朋友都來跟我們講說 中國所承諾的並沒有兌現 這些包括中美洲的好幾個國家 但是中國可能是用這種不法的這種方式 或者是說直接賄賂的這種方式 去互助他們的這個邦交的關係 不只台灣再三公通警告 洪都拉斯第一副總統和在野黨也同聲反對 回顧去年1月 副總統賴清德還前往恭賀卡斯楚就職 現在才知道討金人的大力擁抱 是散場的擁抱 董事新聞 董訊中文生李立堅 台北報導 針對我國與洪都拉斯終止邦交 總統蔡英文錄影發表談話 強調我方非常遺憾 長久以來我們秉持的信念 就是在我們最大能力範圍內 透過前瞻務實的做法 支持友邦長期實質的發展 我們不會和中國進行無意義的 金權外交進駐 過去幾年中國不斷利用各種方式 打壓台灣的國際參與 升高對我們的軍事侵擾 衝擊區域的和平穩定 然而這些打壓與威脅 都不會改變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 互不隸屬的事實 也無法減損台灣人民堅持自由民主 大步走向世界的意志 總統談話也提到 台灣人民已經向世界證明 我們不會因為威脅而退縮 與友邦以及裡面相近的國家 合作指揮增加不會減少 都希望中華報導 日本台灣交流協會的代表 全育泰表示 日本一直在台灣的身邊 而且台日要一起加油 而對此 全育泰今天也出面有了最新的回應 連線給記者李文請 好的 主播觀眾帶來關心 前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影像展 今天在台北開幕 總統蔡英文以及行政院副院長 盛文燦以及助理代表謝長廷 今天也來到現場緬懷 不過台虹斷架後 日本台北交流協會的全育泰 就立即送暖 表示日本會跟台灣站在一起 對此全育泰有最新回應 來聽聽看他怎麼說 你可以聽到全育泰表示 台灣跟日本的關係 就像是朋友一樣 會力挺朋友 另外行政院副院長盛文燦也表示 台灣追求的方向跟國際上所有的理念是相同的 印太安全繁榮的出發點 應該是台灣秉持信念要往前走 以上是為您掌握的最新消息 再把時間鏡頭交換棚內